他骂加油站员工这句话 让人全头都硬了 这句话可千万不能随便对人说 因为台北市有名女子用这句话骂人 结果就GG了 消息女子去年6月 坐着男友的机车到加油站加油 结果加油站的员工 不小心把汽油滴到机车上 双方爆发口角 萧女竟然标骂邓姓女员工 像你这种没有用的人 才会在加油站工作 邓女不甘收入气得提告 台北地检署调查后认为 骂人没有用 却是诋毁对方人格和职业 依公然侮辱罪将萧女起诉 诶 看起来还是唱得比说得安全啦 哈哈哈哈 没路由的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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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